5月16日上午,南昌理工学院举行了建校2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南昌理工学院钱学森学院正式接牌成立。 在当天的接牌仪式现场,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和南昌理工学院理事长邱晓琳共同为钱学森同项揭幕及学院接牌。 邱晓琳为该学院首任院长,钱永刚担任钱学森学院名誉院长,钱永刚教授在仪式结束后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介绍,南昌理工学院钱学森学院是国内第四所钱学森学院。除此之外,在国内的17个省市还有43所学校的钱学森班。 打造钱永学森学院,钱永学森班的初中和赛,就是为了弘扬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和爱国奉献的精神,并用这种精神来培养和激励在校学生,使得他们从小具有这个家伙情,珍惜现在的在校学习的机会。 将来毕业以后走向社会,能够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我们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父亲,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谈及作为父亲角色时的钱学森,钱永刚教授则称,自己有时并不认为他是一位合格的父亲,但他的言行却对自己影响深远。 虽然我一直认为我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因为如果他能够对我有更多的栽培的话,可能我今天名气会更大,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多。 但是呢,我也承认他又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用他的言行告诉我,应该如何对待民,如何对待民。 所有这些都保证我的人生能够走得比较踏实,比较稳。 记者了解到,南昌理工学院钱学森学院成立后,将按照该校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结合学校建设航天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工程技术大学的发展目标。 遵循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理念,在专业人才培养基础上,通过加强通识教育,使学生成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融发展,并富有团结协作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 此外,南昌理工学院钱学森学院将于今年9月开始正式招生,首批100名优秀学生将从大一新生中选拔,经过严格的基础能力测试和面试进入钱学森学院,学院实行项目导师制和学分制,课程将以航天特色、素质教育、创新实践等为主。